叫江小白的不一定是白酒 也可能是春秋时期的霸主 他一生酒和诸侯 建立了当时的东周命运共同体 经常伴着无敌是多么寂寞的音乐 走上主席台 齐皇宫不仅上护周王下招小弟 还经常召集列国开party 当齐湘公去世的时候 江小白和江秋还在邻国政治避难 得知消息后的俩人 开始一场向祖国推并的马拉松比赛 胜利者将得到齐国的王位 失败者则奖励死亡 在回国的路上 公子鸠手下有一个叫管仲的神将手 搜的一下给小白来了一件 在得知小白已死的消息之后 公子鸠以旅友踏青的姿态 吃着火锅唱着歌 向了齐国的方向慢悠悠的进发 不曾想小白福大命大 靠逼人的演技装死 躲过了这场暗杀 率先回国登机成为齐皇宫 并处死了哥哥公子鸠 齐位后的齐皇宫 要让功臣排排做分裹过 守宫报数 却极力向齐皇宫保健管仲 原来管仲和报数 早就商量好了 他俩是一人家一个公子 哪一个成功了都是双赢 管仲出身贫寒 生性怯懦 他的前半生就两个字 失败 当官被罢免做生意赔钱 还当过逃兵 只怕信用都负分了 然而他私下里 却和报数也是好朋友 好到历史上都留下成语 叫管报之交 管仲射箭的功夫不打底 但是嘴炮那可是一绝 管仲开场就把齐皇宫唬的是一愣一愣的 破题就是 仓领时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先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起来以后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巴拉巴拉 破题一玩 无缝其入 军政一统 国父民想的美好愿望 接着再扛出 尊王攘仪 平复四海的战略大旗 最后以成就罢业 指日可待 完成收尾 齐皇宫退委的说 寡人有急寡人好色 可不敢妄想当霸主 管仲一听齐皇宫说 自己不正业 更加来劲了 寄出嘴炮 继续忽悠 大意就是说 您老呀爱干嘛就干嘛 只要彻底放权 我拼了命的世上才华 您呢 拼了命的花天酒地 一样可以当霸主 我取这么好 躺平衡当霸主 据说呀 齐皇宫和管仲聊的是三天三夜 聊的是非常投机 受我一件的人物的重用 重用的人还不起飞 听懂掌声 于是齐皇宫大把方权给管仲 自己安心当起了甩手掌柜 齐国为东海之兵 管仲上线之后 发展鱼盐制造商 把盐铁收归活有 让齐国成为春秋的世界工厂 谁敢跟齐国自压累赘 那就是跟钱过不去 齐皇宫还用工款 给管仲修了一座大别墅 把商业接三分之一的税收 给管仲发工资 直接成为齐国天子 第一号发货 买一包 齐皇宫问 这个薪水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那些上流会族的老员工 恐怕还是看不起我 您看是不是 我叫你爸爸 可以了吧 爸爸 从此之后 齐皇宫尊称管仲为重父 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 周王室的微信是一落千丈 周天子他就是个吉祥武 中原各国不再拿周天子当老大 逢年过节也不再纳共孝敬 四方一笔 整天烈的菜道 到中原抢前抢定 此时 管仲提出了一个响烈的口号 尊王冉仪 尊王冉仪其实就是一方面敲打中原的各国小弟 让他们尊重老大 别动不动就挑战老大的权威 给自己找不痛快 另一方面呢 就是打击四方一笔 让他们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 陪老婆带孩子 别想不开 非要到中原找死 齐皇宫刚下达尊王冉仪的命令 烟火就遭到了深入的袭击 齐皇宫气呼呼的带着一支围核部队 从山东一路上线河北 直接将那些套马的汉子达到生活不能自理 才撤军 拉大齐做虎皮 出兵功的他国称霸还不算绝火 真正的绝火是这俩人不战而屈人之兵 对他国经济战的忽悠算计 没有人比管仲更懂贸易战 这一天齐国宰相管仲颁布了一个红头文件 主要内容是大力提倡齐国人穿鲁岗面料的服装 鲁岗是鲁国特产的白色布捐 非常精细而且很薄 为了确保红头文件能够落实下去 管仲特意让大为齐桓公也帮忙ate一下 扯布料做衣服我只用鲁岗 齐桓公连着几天通过微博抖音发布这条动态 有了政府的大力推荐 还有了齐桓公的领导带出作用 齐国上下迅速刮起了穿鲁岗的旋风 老百姓纷纷抢购 鲁岗的价格是一路飙升供不应求 紧接着齐国又派出了大规模的采购团 来到鲁国疯狂收购鲁岗 现金一口价一次付清 眼看连齐桓公管仲都在大力推销鲁国产品 鲁庄公感动的眼圈发红 更感动的眼圈发红的是鲁国商人 纺织工人和提供原材料的农民 鲁岗产业很快成为鲁国的蜘蛛产业 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 就在鲁国人轻轻自己垄断了齐国所有鲁岗贸易的时候 管仲又对在齐经商的鲁国人 颁布了一系列重磅奖励措施 凡是能够销售1000品鲁岗的齐国一律奖励300斤 而且销售越多奖励越多 许多鲁国商人先后荣获齐国政府颁发的 纳税先进单位优秀外资企业荣誉市民等殊荣 颁奖大会上一鲁国商人代表感激替人的说道 齐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眼看齐鲁两国的友情迅速升温 观众冷笑着颁布了另外一个红头文件 第一齐国上下严禁穿鲁岗 第二联合鲁国周边其他国家抬高粮食价格 原来这些年鲁岗的生意太好做了 鲁国老百姓只要团一些布料再出手就能赚到钱 比炒房子来钱还要坏 谁还有心思中地呢 本国田地全部荒无了 粮食主要好进口 齐桓公管仲此前所做的种种一切 正是为这一颗盗篮进行铺垫 如今他们果断出击了 鲁国上下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国内粮食严重短缺 周围国家粮食价格又一路上涨 鲁岗不能单放吃 钱更不能 这时齐国祭出了终极杀手锏 齐国正式对鲁国宣战 连饭都吃不上的鲁国 除了割地赔款并赔礼道歉之外 毫无办法 类似的还有恒山之谋 阴理之谋 碗路之储等等 观众通过疯狂抢购 抬高物价 终止合作等一系列经济组合权 外加发动战争 把列国成功的加在火上 考的是外交理论 成为齐国的盘中餐 他灭国不用兵 杀人不用刀 在那个时代看来 操作简直是神乎其境 一人定国 在管众家屎下 小白开了挂 尊王攘仪纵横百合 成了春秋那个平台上的扛把子 齐皇宫将各国收拾的 服服提提之后 在魁秋召开了一场国际会议 各国元首纷纷前来捧场 就连周天子也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齐皇宫全票当选为 五月盟主 一时封关五二 然而大咖变脑残 仿佛一切的事 还是这个小白 在管众病逝前 他趴在床边问管众 谁能接替你的位置 我看树雕一牙开放不错 树雕为了进宫照顾我 先把自己给淹了 一牙会做饭 而且把亲儿子煮了给我吃 开放忠心追随15年 父母去世也不回国奔丧 管众劝谐齐皇宫 千万不可重用此三人 此三人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一个连至亲父母 骨肉都不放在心里的人 怎么可能会对别人掏心窝子 然而奋斗了一辈子 齐皇宫只想享受享受 一番操作后 齐皇宫让三人成功上位 果不其然 齐皇宫病危时 树雕一牙开放一合计 把宫门累了一道墙 外卖都送不进 一代雄辱齐皇宫 被活活饿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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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